如今艺人们名利双售后都要回馈社会做些慈善公益 但做慈善可是把双刃剑 可以赢得美名也可以遭受非议呢 昨天刘谦江玉衡现身上海出席某慈善典 作为公众人物的两人在功成名就之后 都在幕后身体力行的进行着自己的慈善行动 而名人做慈善往往会被评论有作秀之嫌 面对非议我们刘谦却看得很淡然 我想有些事情你无法去用你自己的思考去判断 因为重点是要看到有没有人真的受到帮助 还有做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我想如果今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受到帮助了 那我们也就问心无愧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如今刘谦也升级为奶爸了 相比其他爸爸的信息不疑或是手忙脚乱 我们刘谦可是十分淡定 教育孩子也是自有一套标准哦 我觉得改变并没有太多 我觉得就是我该工作的时候还是工作 然后没事在家就 多了一件事情做而已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就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就去谈教一些人来讲 我没有耶 我一般来讲 我就是按照我从小到大对于 一个人格的正常发展应该怎么样才全面的理解去教育下一代 我没有说真的特别去参照哪一个人的做法 淡定的老爸就是要这么坚持个性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 如今艺人们名利双授后都要回馈社会做些慈善公益 但做慈善可是把双刃剑 可以赢得美名也可以遭受非议呢 昨天刘谦江玉恒现身上海出席某慈善盛典 作为公众人物的两人在功成名就之后 都在幕后身体力行的进行着自己的慈善行动 而名人做慈善往往会被评论有作秀之嫌 面对非议我们刘谦却看得很淡然 我想有些事情你无法去用你自己的思考去判断 因为重点是要看到有没有真的受到帮助 还有做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我想如果今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受到帮助了 那我们也就问心无愧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如今刘谦也升级为奶爸了 相比其他爸爸的心习不疑或是手忙脚乱 我们刘谦可是十分淡定 教育孩子也是自有一套标准哦 我觉得改变并没有太多 我觉得就是我该工作的时候还是工作 然后没事在家就 多了一件事情做而已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就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就去调教一些人来讲 我没有耶 我一般来讲我就是按照我 从小到大对于一个人格的正常发展 应该怎么样才全面的理解去教育下一代 我没有说真正特别去参照哪一个人的做法 淡定的老爸就是要这么坚持个性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